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都走不了 小乞丐 谁派你来的 青州十万亡魂 是青州人 还没被大火烧死的青州人 若我今日杀不了你 目龙锦合 你记住 青州亡魂 会送你下地府 本王就在地府 你看 这儿 这儿 还有那儿 全都是你的亲人 看到了吗 本王打算 少你去权势的 不过本王改主意了 何必要送你去地府 跟七人团聚呢 王爷吩咐 帮他走 王爷吩咐 董事 没那么容易 活着 才是折磨 这双腿 本王的这双腿 就是拜你们青州人所赐 本王也要让你尝尝 站不起来的滋味 好 好 好 你最好 少拍的梦 哪些 爹 爹 云烟无声消失的人 也算渴望白日里我 被面临臣服的一个 我要怎么掺脱 谁在意耳边说 说我注定 谁在意耳边 王爷 狗不许动 我活着 就是要杀你 仅凭恨意 抱不了仇 为北军 慕容锦盒 血债血偿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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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烟无声消失的人 也算渴望白日里我 被面临臣服的一个 我要怎么掺脱 我 谁在意耳边说 谁在耳边说 谁在耳边说 说我注定 墜落 我 那就 那就 温少我 温少我 温少我的 执着 苦海里 泛涌 眼中分下多少 得水 都rud 出归 海里 那牵手 冤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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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y!" 你好了没有 你快点 我坚持不住了 而且 我 我这个样子 让人看起来很羞耻啊 难得王爷今天心情好 可为我做坏啊 这 这也不是我 这分明是钟魁 我站那儿老半天 我 是钟魁啊 怎么了 我 拿回去正轨吧 回了昭京之后 妖魔鬼怪只会越来越多 去把刘忠叫来 我们 先收了昨夜那只小鬼 梅林 你跟我走 我一定要帮你把这个公道讨回来 你别怕 来 景王 你太欺负人了 欺负 谁欺负 欺负谁啊 他自己说的 为过大礼 不会照姓 却还是把梅林 强行留在府中过夜 你们大言网称李仪之邦 王爷 昨天晚上要权侍起的女子是 是 是 是西燕美人 美人 本王欺负你了吗 公主 梅林是自愿的 公主 她敢说不是自愿的吗 你别怕 我现在带你走 暴动 慢着 这路上 若是没有美人相伴 本王 可是会无聊得很哪 王爷救急未遇 仔细上了身子 王爷万万不可 走 本王听闻 吸烟美人 个个都会拉弓射箭 不如美人陪本王赌一局 美人若是赢了 是走 是留 吸听尊便 好 谁怕谁 你 过来 王爷 给美人做个示范 以此欲为宝 射中了有少 射不中 要罚 王爷 属下不敢 这是命令 出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今晚安 桧 属下扔罚 罚 罚什么呢 罚命吧 王爷 王爷饶命啊 是属下记忆未经 既然记忆未经 那本王要你何用啊 斩 有计规则 美人可清楚了 她是本公主的人 谁敢动 王爷息怒 西安美人 岂敢杀 无趣啊 无趣啊 宋公主回一战 待公主修整完毕 即刻启程返京 是 刘公公 那个 就是你要找的刺客 我 在哪里 看你 我 你 你 你 不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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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落的恶魔 那人是昨夜的刺客 还是我阿兄说得对 我们要远离他 远离这个人途 梅林 这个给你 他要是再欺负你的话 你就拿这个刺他 公主 刺第四根肋骨 这里是心肺的位置 一击致命 这 这是牛羊的心肺 那人的呢 这儿 不对 这儿 还是这儿 公主啊 你放心 梅林可以保护自己 算了 你要是杀了他 你自己也活不了 这样 进京的路上 你跟我一起 我是公主 我一定可以保护你的 梅林多谢公主 你不用跟我说谢谢 既然是三帝看上的美人 务必要调查清楚 不要让他为西燕人钻了空子 太子殿下放心 属下已经吩咐人去查了 彩蝶并非脏物 由它非吧 够一壶了 烧水 用松炭 是 你 你 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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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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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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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也不懂茶道 不过奴才知道 这密云龙 今年一共产了两罐 其中一罐 皇上赏给了殿下 这好茶还需好水 这天寿山的山泉 经过竹简过滤 再用松炭煮开 方能泡茶 松炭性温火慢 泉水才煮得透 张大人 稍等片刻 请 殿下 可知这另一罐密云龙 可是送去了京北的景王府啊 多谢殿下 张燕 你胆子越来越大 竟然在我父皇身边 寒茶米滩 臣不敢啊 此事 是臣在京北的探子 传回来的消息 本宫说过 凡是涉及景王 都要小心谨慎 大人 端好了河 殿下 臣知错 臣认罚 只是 臣担心景王回京会重查 青州旧案 若是被他寻了新的证据 就才派了探子 那他查到了吗 臣不知 探子 被景王杀了 所以大人今日到访东宫求神吗 求殿下给臣指一条明路 这彩蝶本来飞得好好的 他只要不轻举妄动 就不会被人捉住了翅膀 卫 卫臣愚钝 还请殿下明示 老三杀人 正说明他认为石虎未到 手里没有证据 你若轻举妄动 恐造杀身之祸 大人 记住了 卫臣 谨记殿下教诲 你若轻举妄动 老三杀人 正说明他认为石虎未到 你若轻举妄动 大人记不完查到 本宫便不强留 臣先告退 圣明难复啊 这蜜云龙也不过如此 一个被贬的皇子 竟然还能得到赏赐 看来皇上 是准备原谅敬王了 父皇还是偏心三弟 这蜜云龙可以有两份 可我大言的储君 只能有一个 殿下才是阵龙之身 这东宫之位 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轮到一个 扑杀百姓的人途皇子 也有两份 大飞 是月清佑的所妹妹的 对 小七百姓 好好好 他之后 真不大仗 快快快 公主你还能够 这么漂亮吗 是啊 听说紫色迎娶只赐 可惜了 可惜了 从前那温北将军 那个人头将军 就是 人头将军 让皇上原谅他了 神徒就不配到营亲室 一大河海天上屠库 三天渡舅 什么什么呀 不知道啊 自处山河街交谱 学子人五人六顶前路 百姓一上八善不留步 荆渊九重天上不作属 招白十万王魂陕陕人徒 西村乌鸦或古墓 二更海岳照佛谱 三军入头半火族 四步山河街交谱 学子人五人六云前路 百姓七上八下左右故 青渊九重天上不作属 招白十万王魂陕人徒 父皇又怎能忘 战人徒 战人徒 为亲宗十万人魂光崇 血湛谢城杀了他 杀了他 יה 내aliśm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敢再骂 千燕 谁再动 就去给青州人陪葬 行了 别把事情闹大 是 走 快点 王爷 唱童谣的就是他们 刚刚的那首童谣 是谁交给你们的 本王 交给你们一个更有趣的 音酒一二斤不醉 听曲儿三四更不累 做鬼打鬼样样都会 白鬼主帅时全时美 怎么 本王给的 比那个人给的少吗 他给了我们五串糖葫芦呢 这个 能买一百串糖葫芦 去 重新大声地唱 让整个昭经都知道 我白鬼主帅 回来了 别想 一二斤不醉 一斤三四更不累 白鬼主帅 放着人不做 偏偏还想做鬼 你 刚才 你 ł 准 잡 当 洪森 中 还 陆江湖 谢父皇 老三 朕把你丢去京北十年 你可有怨恨 父皇 从前是儿臣急功近利 犯下弥天大错 辜负了父皇的全泉州户之心 你主动请指迎亲 朕以为你想通了 可你在京北洒指前迎亲 莫非是存着谢思愤 坏和亲之意 父皇明鉴啊 儿臣如果真的企图破坏和亲 那多的是台面下的手段 又何必闹得这么人尽皆知 给玉石抵把柄上折子告状呢 那就是谢思愤了 儿臣又怎么敢破坏父皇的大忌呢 只是 儿臣这些年与西燕打交道 深知那西燕王最是隐忍狡诈 燕之他们是不是借着和亲之名 休养生息 卷土重来呢 所以 依儿臣之见 必须要当众敲打 要让他们西燕知道 答应和亲 是我们给他们的天大的恩赐 若再敢生事 绝不顾兮 你能明白这些道理 朕很欣慰 你以后不要与西燕人为难 尤其是子国公主 如今她的兄长还在大言为之 不要让两国产生嫌隙 否则和亲就没有意义了 是 儿臣 谨遵父皇教诲 老三 朕与你回京 义是落人口舌 童谣就是民意 民意如水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儿臣明白了 儿臣明白了 张明十四年 你自请收服青州 你在青州受了罪 来不及见你母后最后一面 你心里存着遗憾怨恨 朕都知道 父皇 老三 你这次回京 还是为了青州救世 父皇 儿臣不敢 父皇说过 青州一役 永不敷衍 多好看 这也太繁华了吧 真好看 我看我的蝎都没见过 我刚刚看街角 还有卖美白玩的呢 好看 好看 昨日进城的时候 让公主受了惊吓 皇上听闻此事 已命张御仪 为公主准备了安神汤 那 那我是不是得马上进宫见皇上 今天是先皇后的忌日 皇上恐怕无暇接见公主了 况且照大言的习俗 红白喜事不宜相撞 皇上特意叮嘱老奴 请公主见谅 好看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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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宫 皇上 determ 派人 离世 thrine 文人 童 谨王殿下 皇上有律 不允许殿下 去拜德下皇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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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